你猜猜7en 以前是甚麼? 以前不是7en 以前不是7en 我這個趣事給你們聽 漁民其實有少少迷信 船頭是不可以向哪邊的 你記得嗎? 山 不可以向山 還有東南西北邊 西邊 沒錯 但是在阿鼻洲有兩隻船 真的向山和向西 你知不知道哪裏做的呢? 是康民署做的 蛤? 蛤? 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令到鴨尼洲的居民真是嘴巴 做你又不問 做你又做初初 你又不認 你又不改 在哪裏呢? 我就不告訴你們 等你們在待會兒 在Explorer這個社區 看看會否看到 我們今天來到 鴨尼洲道上團 啊 黃師傅呢 黃師傅呢 在鴨尼洲長大的 他自小就在店裡有幫忙 他們的店裡最初呢 都是依賴漁民來訂造 魚套 這個就是防水之餘 還要是去日本來的輕薄一些材料 現在呢 因為漁民都大部分上岸 很多呢 他們都已經改了做賣魚 這樣 他們呢 又會回來找黃師傅呢 去訂造 這麼漂亮的材料 所以就一直幫忙 一邊讀書 那現在主要是做圍裙 還是做魚套 現在轉了 就看看 因為圍裙的環保條例 現在的料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繁埔呢 他繼續出繁埔 我們要做天傘 這間就是Seven 但是你猜一下 去以前是什麼 以前不是Seven 以前不是Seven OK 我們不是進去啊 我們不是進去啊 哈哈哈哈 提示 它是娛樂 好了 我們快要經過了 說一次 啊 厲害啊 掌聲 好厲害 沒錯 以前是戲院來的 以前呢 高峰期 老闆是手做拿破崙西餅 做八百至一千件 每一天都賣光 其實現在你問回舊的街坊 蘇記出名是什麼 拿破崙 但現在已經沒有賣了 哈哈哈哈 沒有賣了 我也很想試一下 其實呢 就這樣看店面 你真是猜不到它是八年老店 就是這裡了 輕太兒 足足跨越了兩個世紀 他在清朝時代已經在這裡 廬山已經第四代掌陀人 他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本身呢 真太爺 是先賣菜 然後呢 就變成米譜 一直到現在呢 再後期加入糧油雜貨那些賣 你們看看他們的地磚 這個呢 就是一百年前的水磨地磚 來的 現在已經很少店鋪用水磨地磚 這個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米卓 北米的米卓 這些賣很像 對 因為現在全部在衛巷買米 哈哈 不用這些 我今早來探國師傅的時候 就說你在這裡做什麼呢 是不是在打子彈 這個是冷氣機的盆 要來流水下來的口 以前漁民社區的時候 所有的船上的金屬物 師傅都可以幫你訂製 師傅現在在打前面的裝 叫做新加坡柴 師傅用了六十年 還是他的師工留給他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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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裝 是 是不是可以收到他做徒弟 郭師傅 可以嗎 不用徒弟 喜歡來玩 師傅你做了多少年 1961年開始做 有沒有徒弟 我自己都找不到 沒有 我也想 我多做 找到微酷教授 不要緊 身體健康最重要 對 健康的等於財富 對 好 謝謝你師傅 拜拜 好香喔 鴨利洲最有名的山 菜魚肉 很淡 不會覺得外面很多粉 便宜 那魚蛋和燒賣炸得很好吃嗎 沒有 超好吃 那我的番薯糖水呢 番薯糖水 熱辣辣的 沒有水 我現在很熱 讓我試一下 夠不夠薑 對呀 夠不夠薑 很甜 不是啦 現在的後勁 對呀 薑要慢慢發出來 這裡的東西很足夠 對呀 這個也很足夠 這番薯很大 很多番薯 不是全部都上了A級 多少錢 這裡的魚蛋燒賣腸 也是7元一份 然後這個好像是19元 總之加上50多元 50多元 生菜魚肉可能現在要20多元 對呀 而且這些都好吃 方達那些很貴 好呀 這隻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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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好呀 好呀